Hello大家好,我是莲莲,欢迎来看完视频 我是一名在ICU工作的加拿大注册护士 那么身为一名ICU的护士呢 我经常做的就是12个小时的班 那么做12个小时的班的话呢 我就是有晚饭和中饭和晚饭一起准备 那么我的12个小时的班也是通常是三天连着来的 所以说我一准备饭的话呢 sorry,那个是我的狗在那边玩玩具 如果你听到那个嘎吱嘎吱的声音的话呢 就是他 所以我要是准备饭的话呢 我一下子就是要准备六个不同的饭 那么我,要是六个真的是准备下来的话呢 真的是时间非常的长 所以我就找出了一些技巧来一下子准备 就是我三天的饭 那么我就是通常一下子准备的话呢 是准备三顿不同的 然后呢混着它 这样有的时候我就可以比如说 这两个就是一天中饭晚饭 然后第二天的话我可以 这两个搭配着中饭晚饭 然后最后一天这两个搭配中饭晚饭 所以每天吃的都是不一样 但是当然这三天里面肯定是一定有重复的在里面了 所以整个制作过程的话呢 花了我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左右 这个期间的话呢 包括了洗菜 然后切菜 然后预热烤箱烤 然后呢把鸡腿剔骨 这些全部都算在里面 当然我没有算洗碗的 我的碗看着那边还是堆在我的水池里面 所以还没有算上洗碗 然后和解冻的时间 但我觉得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准备三个 也是我的一个极限了 那么就让我废话不多说 开始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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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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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